盘点自以为是的十位明星 个个高高在上目中无人 有人耍大牌遭拳网炮轰 有人吹牛不打草稿 结果被狠狠打脸 下面就一起看看这十位艺人都有谁吧 第十位杨坤 杨坤是唱功很强的实力派歌手 这样的歌手路人员都不差 但杨坤此人除外 杨坤的大牌事迹可谓是一抓一大把 当年嘲讽刀狼音乐让华语乐坛倒退十几年 直至打压刀狼退圈 如今被刀狼新歌狠狠教训 他从好声音开始成名 红了以后和组员闹绯闻 但这相比他之后的事迹 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他后来那些公开讽刺杨幂假唱 甚至把刀狼搞退圈的事情才叫人恼怒 可能他认为黑红也是红 所以后来就经常睿评其他艺人 艺人并不把这些放心上 杨坤就自以为是别人不敢 后来甚至越界碰瓷 直言刘德华不是一个歌手 刘德华粉丝基数大跨越个年龄段 这次杨坤的黑红招数就踢到铁板了 遭到网友的一致反驳他无奈道歉 但之后杨坤也没能扭转他的糟糕形象 第九位吴莫愁 2012年他在中国好声音中亚军出道 独特的嗓音和表演风格在内与别具一格 后续的音乐发展也可圈可点 常在综艺上露面增加热度 也曾有过地铁海报吓哭小朋友的新闻 可见李英是个新时代会火的歌手 但是之前流出过几张关于他的照片 照片上他穿鞋都要四个人在旁伺候 表演完还让人一左一右搀扶着 第一暴露了他自以为是的性格 着实败坏了他的路人员 让网友纷纷表示很无语 第八位李湘 李湘之前是与何炯搭档的美貌主持人 后来嫁给富豪便不再工作 他被爆出回老家寄宿时全程耍大牌 对拍照的相亲出言不逊 还直言听不懂家乡方言 嫌弃老家饭菜不干净 还有李湘之前在机场带了十几个保镖保护他 结果来的粉丝还没有保镖多 咖位不大牌长到不小 还有各种奢侈的生活习惯 比如用钻石粉当面膜 每天都吃进口肉喝空韵奶 每月生活费高达65万元 对女儿也是极尽奢华 小小年纪却名牌包包首饰全部都给安排上 李湘自以为是公主王妃 嫌弃老家穷破产 享受着远超正常需要的高生活水准 名气不是很大威风倒是不小 要说是单单生活奢侈就算了 最近主播带货火了起来 李湘也加入这股潮流 结果却被爆出 他直播是租的房子 走后还不打扫影响下位房客 事情真相还没着落 不过网友倒是已经对李湘没什么信任了 你知道自以为是的十位明星都有谁吗 各个狂妄自大嚣张至极 第七位华晨宇 华晨宇自称华语乐坛永远的神 粉丝起哄时还反问不然呢 其言语间自大与自恋暴露无遗 虽说他创作的音乐确实是比较独特另类的风格 但以他的能力说这句话完全是碰死 而且要称霸整个华语乐坛 歌曲总得被大众喜欢吧 他的歌质量如何暂且不说 就是受众也不大吧 接受不了的人听他的歌只觉得是鬼哭狼嚎 就这样还大言不惭的想当华语乐坛永远的神 只能说是太自以为是的 此外华晨宇还有耍大牌的丑闻 在机场遇粉丝拍照却冷脸回应 甚至还伸手使劲推开粉丝 他虚假的荣光都是他背后的粉丝和资本所给的 但看起来他似乎是相信了荣光是他自己创造的 自以为是者最终定会自食其果 第六位曾益可 曾益可新年演唱会《华水》被冲上热搜 先是迟到半小时 然后唱了一个半小时歌之后 就开始打叠一句话也不说打了一个小时 让粉丝罚站一样在那里听吉他手唱土味 粉丝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来跨年 却被郑主泼了盆冷水 歌迷就全场大喊退钱 没想到最后牵手环节歌迷想让他再唱几首 他却直言不愿意 谈到打叠的问题 他又表示你们不让我打叠这是在限制我的成长 这种自以为是的发言很难评价 除此以外还有之前沸沸扬扬的网报警察事件 曾亦可在在机场阻碍警察办公 却反手将警察工作证发到网上煽动粉丝网报警察 他的这种情绪化给他身边的人带来了很多困扰 但同时可能也是他创作的力气 正是有着这样饱满的情绪 他的歌曲才能最直接的触碰人心 第五位小沈阳 喜剧演员小沈阳演出现场发飙耍大牌 甚至对台下嘉宾出言不逊 颁奖典礼这样庄重的场合依旧不顾颜面耍大牌 小沈阳事后解释说是脾气暴躁 这不仅仅是脾气暴不暴躁的事 而是他太自以为是的认为 这样的场合他的咖位可以为所欲为 以及看不上郭德纲的节目说没意思 赵本山不敢用他是有道理的 这样的人情商不太高容易冒犯人 迟早会把事情搞砸 而且管不住嘴这个恶习 会得罪很多人 这么自以为是的人 在哪个领域都不会有用武之地 盘点耍大牌人人喊打的十位明星 各个名气不大口气不小 简直是自毁前程 第四位庞麦郎 庞麦郎草根出身 一手我的滑板鞋大火让他大火 但他却在成名后拒任父母 他自以为所谓的成名是源于自己的才华 殊不知成名的背后大多还是资本在运转 但他却沉醉在名利场的喧嚣中 不仅改名为约瑟汉旁麦郎 还多次说自己来自台湾 他已经想红想疯了 刚火没多久就看不上自己的地下室 还有和公司合约里的二八制 完全丢掉了做人的诚信底线 他为了赚外快就不听公司安排 公司被迫取消了很多演出 最终导致公司损失过大 无奈将旁麦郎告上法庭 走到这一步就预示着旁麦郎的星途即将结束 就要重回那个农村务工小伙的普通人生活了 第三位杨光 盲人歌手杨光客服眼盲天倩 用热爱追求理想 流进汗水与泪水登上了舞台 最终他的悠扬歌声被人所熟知 但成名后杨光似乎就忘了低谷时的赤诚初心 丧失了对歌唱的热爱 某次他在网会上公然耍大牌 过分的行为引起了节目组的反感 导演当场怒骂他让他滚出娱乐圈 后来关于他耍大牌的消息就层出不穷 成了名后就忘记初心 沉醉于莫须有的名气 自以为是的以为有了名气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样的歌手注定葬送自己的前途 第二位李梦 一位演员不是因为演戏而出名 反而是因耍大牌被人熟知 说明他的星途也走不远了 李梦资源不差样貌上乘 在白鹿园剧组却两次耍大牌气哭导演 被踢出剧组也是理所应当的 而这仅仅是开始 他自以为是的性格让他陷入了无戏可拍的地步 尽管在隐秘的角落这部剧里 他因为王瑶这个角色小火了一把 但很多人都知道他耍大牌的光荣事件 就算演技再好也不能让人忽视他性格上的缺陷 第一位吴锦岩 吴锦岩的耍大牌轰动很大 毕竟是放了央视的鸽子 还引得央六官媒亲自发文通报 起因是延喜攻略大火 央视要采访魏英洛的誓言者及吴锦岩 央视采访组提前半个小时到达采访地点 却被吴锦岩团队突然告知采访地点变动 采访组匆忙赶往新场地后 又因为吴锦岩团队没协商好 反而要求央视采访组来支付场地费用 最后折腾一番甚至连采访的时间都没给够 种种耍大牌行径让央视也忍不住下场发文 睿平新时代青年演员应得才兼备共见中国未来 沿袭攻略的大火给予了吴锦岩大把热度 吴锦岩却亲手用耍大牌把热度冻结 如今就沦落到无戏可拍的地步